钢琴神童朗朗与龚星亮的恋情在圈中已经不是秘密了 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便于2011年9月10月份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 加在一起两人已经地下交往四年 几年来他们的恋情发展的比较顺利 从去年开始被多次拍到密会 亲密互动正式情侣关系 此新闻一时传得沸沸扬扬化身四起 但两人却从未公开承认 朗朗和其父母无视同回酒店的图片视频 坚决否认与龚星亮之间的关系 而龚星亮之后表示仰慕朗朗才华 随对恋情出面否认 但给人以有苦难言之感 之后两人形同陌路再无交集 近日据知情人爆料称 两人其实一直在一起 虽然恋情稳定 但是朗朗父母却始终不肯认同 恋情屡屡告急却难舍难分 从去年恋情被撞破至近二人屡传情变 从朗朗和龚星亮交往过程的蛛丝马迹看 龚星亮对朗朗非常心仪 频频主动在微博上示爱 而朗朗却不露半点声色 据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龚星亮本人虽然以性感女性身份出位 但平时喜欢看书音乐 对朗朗龚星亮清新已久主动追求 而朗朗在与龚星亮交往时就提出口头约定 只私下谈情说爱不会公开关系 并且对以后两人爱情发展也未作出承诺 恋情报关后迫于各方压力 朗朗敢干不敢认 并且开始疏远龚星亮 龚星亮对朗朗的表现也很失望 不久两人就分道扬镳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